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说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赵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 我是杨赵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世报出版公司的新书 书名叫做中文 是做个有温度的人 作者呢 是Hans Rochert Iserman 他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 但他研究的领域非常的特别 那是专注在研究 人类社交体温调节方面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 研究领域呢 就充分的显现在 他所写的这本书 这本书的原来英文书名 叫做Heart Warming 那是一种形容 形容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行为 会让你觉得 心里面暖暖的 但是我们在平常用Heart Warming 或者是在中文里面 说暖心 我们倒是很少认真的去追究 那所谓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温度从哪里来的 所以这本书另外有一个副标题 叫做How our inner thermal state made as human 如果直接翻译的话 那就是我们的内在温度计 如何使我们变成了人 那就是像一个人一样 人在这上头 有一些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吗 这就是这本书要彰显 而且是透过非常严格的各种不同的心理学上的调查 让我们了解 我们为什么会特别用冷热 各种不同的跟温度有关的形容词来形容 明明看起来好像跟温度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些行为 在书里面医生们也就提到了 我们日常语言当中充满了这种比喻 例如我们用warm 温暖热情来形容有爱心反应热烈的人 我们去人家家里当客人 可能得到主人热情的接待 或者是得到主人冷眼对待 波兰人他们会用一种特别的字 那是描述形容 是热情的谈论 另外在法国 有的时候大家会用字面上的意思 是冷对某人 意思是你故意不理他 早在1946年 现在社会心理学之父Solomon Ash 在他的实验当中就已经发现了 描述一个人加入热情冷淡这种字眼 会明显地改变别人对那个人的看法 别人可能认为你很聪明 认为你很有能力 认为你很坚持等等 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你到底是热情还是冷漠 Solomon Ash他就发现 一般人认为热情的人慷慨大方 善于社交 温厚良善 而冷漠不只表示说 你没有慷慨大方 不是善于社交 也没有温厚良善的性质 除此之外 人家会觉得 你展现出来的是相反的特质 小气疏离刻薄 Ash认为 冷热之别 是社会观感的基础 不过科学研究要再经过了很多年 才揭开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 这种根本特词 不是简单的语言学 或者是人为比喻的产物 我们的的确确 这就是这本书要彰显 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吓一跳的一件事情 我们是在生理上 实质地感受到 人际关系当中的冷卵 然后我们就看到 他讲了一个重要的实验 那是2008年 研究人员在耶鲁大学的 宏伟建筑当中 做了一项简单的实验 一位资源参加的大学生 走进心理系的大厅 他在那里遇到一位 女性研究助理 说要带她去四楼的实验室 做实验 那位助理的手上 拿了很多东西 一杯咖啡 一个写字牌 两本课本 所以两个人一起走向电梯 在电梯里面 这个研究助理 就请学生 暂时帮他拿杯子 好让他可以在鞋子板上 随手记下一些东西 不久之后 电梯门打开 他们一起走出来 那位学生不知道是 实验的第一部分 其实就做完了 进入到实验室 研究人员 会请他读一段文字 那段文字 是描述一个虚构的人 A 这个A 聪明 熟练 勤奋 坚定 务实 谨慎 那这个参与实验的学生 他要做的 那就是针对十种性格特征 替这个A 打分数 其中五种性格的特征 在语义上 跟热情 或者是冷淡有关 那到底是在做什么样的实验呢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呢 这项实验呢 找了41位大学生参与 但他们不知道的关键是 研究人员马上分成两组 在电梯里面 一半人被要求拿着的 是当地咖啡馆买来的热咖啡 另外一半人呢 拿冰咖啡 这个小的差别要实验时 你在电梯里面 也就是被要求去读那段文字之前 你拿的是热咖啡还是冰咖啡 这个温度的差别 会不会影响学生对于A的观感 相较于拿着冰咖啡的人 拿着热咖啡的人 很明显的觉得他们所读到的 关于A的描述显现出 A这个人比较热情 对于心理学家来说 2018年的这项实验 有了突破性的发现 就表示说 我们的身体实质上 感觉到温暖 会增加我们在心里 或者是社交上的温暖的印象 这个实验从此敞开了研究的大门 包括了Eason他自己的研究 就是要研究温度跟社交性 彼此之间的关联 暂时拿着一杯热饮 就足以让我们觉得 某个人比较善于交际 比较值得信赖 那是不是也会让我们 觉得自己可以比较容易 跟他亲近呢 不是身体上的亲近 而是心理上跟社交上的亲密 就像我们说 亲近的朋友 亲近的家人的那种亲近 这就是Eason他要问的问题 他要去找出答案的研究的方向 电梯里拿咖啡的实验 做完一年之后 Eason他和荷兰Utrich University的指导教授 一起发表了 针对延续着前面所说的 那样的一个实验的变化的版本 设计了一个实验室的研究 当实验人员假装他忙着在笔垫上 安装问卷的时候 就请参与者帮忙拿一个杯子 半数参与者给他们的是装热茶的杯子 另外一半呢 当然就是握着装冰茶的杯子 那无论是在电梯上 还是在实验室里 让人拿着一杯热饮或者是冷饮 直接就影响参与者对于他人的看法 实验下一步 就请参与者看一份基本的评估量表 那是画在一张纸上 非常简单的Ven Diagram 每一个文式图呢 是由两个圆圈所组成的 在量表的左端 两个圆圈几乎没有接触 在量表的右端 两个圆圈几乎完全重叠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两个圆圈的重叠面积 是由左到右 一直持续的增加 所以干嘛呢 就请参与者假设其中的一个圆圈 代表他本人 叫他选 然后呢 还要选另外一个圆圈 代表的是实验人员 想要知道参与者画出来的这两个圆圈 会不会有重叠 如果有重叠 重叠的比例是多少 用这种方法可以进行量化 我们已经知道 人际关系更好 也就是更投入 更忠诚 更融洽的人 通常会把圆圈画得比较重叠 那实验真的就显示了这件事情 拿过热饮的人所画的圆圈 比拿过冷饮的人所画的重叠要更多 于是就可以量化的推论 热饮组让他们觉得自己跟对方 也就是进行实验的人员 更加的融合融洽 简而知 他们感觉到自己和实验人员比较亲近 此不过是因为实验人员给了他一杯热饮 他甚至没有喝下去 他只是握在手里 就增加了那个温度 竟然就改变了他的perception 改变了他的心理的感受 再下来再做相关的实验 结果发现参与者 甚至会开始使用更多的词汇 来描述自己跟他人的亲近感 研究是这样进行的 在刚刚所提到的Wutarch University 那这个时候呢 不是请参与者握住热杯或者是冷杯 而是让他们待在一个暖气房 暖气房呢 22度到24度 冷气房 另外一边那是14度到18度 哎呀 真的差蛮多的 然后呢 让他们看一段西洋旗的红旗跟白旗移动的影片 然后再下来就请参与者描述他们看到的状况 待在暖气房的参与者 他看到了什么 他描述的是 一只红旗跟在其他旗子后面 后来吃掉了那些旗子 他先吃下左边的第二颗旗子 然后吃掉右边的旗子 接下来他往后移动 又吃下另外一个旗子 他再往前移动 又吃下了一个旗子 那可是待在冷气房的参与者 却是说 小兵跟皇后去冒险 但皇后不喜欢他 自己走了 这对白方不利 他的行为引发了冲突和问题 小兵只是个蠢蛋 他放任皇后消失 后来大家都很不满 连骄傲的国王跟小兵都很不满 不管是待在冷气房 或者是暖气房 参与者很容易采取逆人化的叙述 不过这里面差别在哪里 待在暖气房的参与者 他使用比较多的动词来描述 而待在冷气房的参与者 就比较喜欢用形容词 所以让我们了解这件事情 这本书重要的一个观点 因为我们常常以为 语言的辟语是身体冷热 和社交冷热之间的关系塑造者 这其实不是事实 我们的身体真的会因为温度的感受 而决定你眼前所看到的人 他跟你之间的关系 社交关系 社交距离 你会如何认知跟感受 这的确是让我们对于 自己如何对待他人 非常惊讶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研究的方向 和研究的结果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会后来继续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有颗热情的心 拥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你继续收听 是Hans Rocha Isman 他所写的书 中文书名叫做 做个有温度的人 温度跟我们对于外界 尤其是其他人的认知 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有一些什么样的 值得我们注意到的影响呢 这就是这本书 他要梳理的主题 不过这本书呢 要讲的是人 其中却有一部分绕道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契鹅 他说让你想象一只 雄性的皇帝契鹅 他大概十岁 我们把它称作为叫做Harry吧 现在是七月 这是南极的龙东 所以Harry呢 停止进食 进入到第四个月 雄性的皇帝契鹅 跟雌性的契鹅 配对的时候 经常进食 而且呢 进食最长可以达到 一百一十五天 将近四个月之久 交配了之后 雌性的契鹅产下软 然后摇摇摆摆的 走回大海去觅食 又要几个月之后 才会再回来 把这些生下来的蛋 就留给全职的 契鹅老爸来看顾 等待就在这里开始了 Harry把蛋放在脚上 包在他的育儿袋内 育儿袋是一层 厚实的裙状裸敷 为了确保蛋的孵化 蛋温需要维持在 摄氏三十六度 这在南极洲 很不容易做到 那里的风速 最高可以达到 时速一百七十七公里 气温降到摄氏 零下四十五度以下 如果Harry 要让蛋能够存活下来 而且自己 也要继续过日子 这个时候 他能怎么办 几乎是唯一的一种方法 他就必须要和 其他的器额 挤在一起 南极洲的很多的照片 跟影片 我相信大家一定熟悉 一定看过 皇帝企鹅 像是人去参加 摇滚乐的音乐会 那些乐迷挤在 那样的现场一样 紧紧地挨在一起 数以千只的企鹅 紧密地依偎着 每一只企鹅 独享的面积 不到一平方公尺 群体内的压力 可能大到让一些企鹅 被推到 其他企鹅的头顶上 如果这真的是一场 摇滚乐的演唱会 那是人群冲浪 那是wave 不过做一种节能的方法 这些显然不太舒服的行为 是完全合理的 企鹅挤在一起的时候 就可以大幅减少 每只企鹅 暴露在自然环境当中的 体表的面积 所以就更容易 可以保存热量 另外呢 每只企鹅 也就让群体所形成的 这个区域当中的气候变暖了 所以企鹅群内的温度 这就是借由他们的体温所造成的 可以升到摄氏37.5度 多年在南极的地理家 这些地方科学家一直在研究 挤在一起生活的企鹅 为了了解这些动物 为什么以及他们如何挤在一起 研究人员在选定的企鹅的羽毛上 粘了衡量温度的装置跟传输器 那些研究显示 企鹅有多达38%的时间 是跟其他的企鹅 紧紧的挤在一起 那有时候呢 一次挤几分钟 有时候呢 却是可以群挤在一起 好几个小时 受到大风吹过的 这些企鹅群 看起来可能静止不动 但如果用缩时影片 就看得出来 企鹅会在群体内交换位置 所以群体的结构 在缩时影片当中所显现的 是一直不断的破洞 乍看之下 皇帝企鹅挤在一起的原因 很直觉的好懂 就像俗话说 小鸡过马路 是为了到对面 那就是尝试啊 企鹅挤在一起 是为了取暖 再自然不过 然而有些实验 把企鹅放到跑步机上 结果却显示 企鹅挤在一起 不只是为了取暖 甚至关系到饥饿 和生存 以及社交上的群体凝聚力 这就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了 不一样的角度了 研究人员在南极洲的 罗斯岛上 做了一项研究 得到了这样的结论 企鹅不挤在一起的话 他们都会饿死 数学的计算很简单 你要忍受刚刚提到的 100天的进食 一只企鹅 你知道它要消耗多少吗 它必须要消耗 大约25公斤的脂肪组织 另外 它需要额外 1.4公斤的脂肪 来作为长土爬涩 回到大海的能量 只有回到大海 才能够找到 营养丰富的食物 与此同时 像Harry这样的 大型皇帝企鹅 身上可能只有 15到20公斤的脂肪组织存量 换句话说 为了长期进食 跟长土跋涩之后 能够幸存下来 这只Harry 他还缺6.4公斤的脂肪 幸好 大家挤在一起取暖 可以让Harry的 新陈代谢减缓 16% 从而 他就能够保留了 重要的脂肪 企鹅并不是唯一使用 其他的同伴 来调节温度的动物 例如说人 大家可能看过 自行车的比赛 一群自行车手 在路上奔驰 他们会形成一个 长条状的自行车队 那就是所谓的 主车群 而且有特别的名称 叫做Beladon 这并不是因为 这些自行车手很孤僻 而是他们会互相依赖 利用跟在其他车手 会有比较小的风阻 来节能 并且产生叫做Drafting 这种破风效应 熟练的破风手 在时速大概39公里底下 最多可以节省自身的能量需求 达到39% 尤其是身处在主车群中间的时候 这同样也是鱼 撑群游动的原因 甚至连细菌 当然会让我们很惊讶 也是在这种群体当中 传播的比较快 破风Drafting 那就像是挤在一起的效果 是为了行动节能 那这样讲到企鹅 和人有什么关系呢 谁不喜欢企鹅 因为企鹅会让我们想到自己 除了Charlie Chaplin 卓比林之外 没有任何生物比皇帝企鹅更擅长 搞笑的模仿人类的样子 企鹅跟人类真的有很多的共同点 在2012年剑桥大学的科学期刊 叫做Paul Recker 发表了英国南极探险家 兼博物学家 George Murray Levick 他在1901到1913年南极考察的时候 他所写下来的笔记 那这些笔记 为什么要在一个世纪之后才发表呢 因为那些笔记 连Levick他自己都觉得惊世骇俗 那笔记里面到底讲什么 那就是讲 年轻单身的雄性跟实性器额 看似异常的行为 包括练尸癖 性胁迫 以及对于年幼器额的性虐待 和身体虐待 Levick没有注意到自杀行为 但是其他人注意到了 比如说德国导演 非常有名的赫总 他在2007年拍摄的南极洲纪录片 冰旅记事当中 有一段显示 一只企鹅离开其他的企鹅 在南极的内陆 自杀 自寻死路 那所以 在纪录片当中 追踪企鹅群 在摄氏零下56.7度的低温 跋涉了112公里 千万繁殖地 集在一起保护他们的蛋 那深入探索 我们会发现 Levick跟赫斯 这种记录的行为 令人不安 因为那些都是反社会的行为 更重要的 企鹅界是一个社交活络的圈子 就像人类社会一样 会发生那样一种反社会的行为 这让人非常感觉到不安 然而更进一步的 你就会发现 企鹅的反社会行为 跟温度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在科技出现之前的人类社会 对于他人的依赖和企鹅的行为 非常的相似 因为我们也会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集在一起 只不过今天中央供暖系统 让我们不需要再挤在一起取暖 你可能不是只靠自己从头开始打造 家中的供暖系统 而就万一供暖系统不障了 这个时候呢 你会打电话给专家求助 企鹅跟人类之所以会展现出社交行为 这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论断 跟对我们的提醒 那就是社交相当程度上 回到那样一个原始的情境底下 人跟企鹅一样 是为了要调节体温 你必须要找到其他的人 借由其他人的体温 来帮助你节省你自己的能量 让你不会饿死 也让你不需要那么多的食物 作为恒温动物 保持我们的身体的体温 是如此的重要 以至于到后来 我们就发展出来 为了要让一个小的空间里面 有更多的人挤在里面 发出体温 互相保护彼此之间的温度 社交人跟人之间 能够和平相处 再重要不过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才真正了解 要做一个有温度的人 尤其是在社交上 可以让别人感觉到 How warming 这样的一种各种不同的行为 原来是来自于人类 最根本最根本的需求 保有过我们的体温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提醒 让我们再换另外一个 很不一样的角度 了解人 了解我们自己 了解我们的社交行为 这本书 书名就叫做 做个有温度的人 感谢你的收听 明天的那位时间 我们再会 感谢你的收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